前几天杰伦小公举出了一首土味情歌《不爱我就拉倒》,想必大家都听过了吧,万一又没听过,代表杰伦脑残粉忽略你哈哈哈哈。 不过,今天我们要说的可不是杰伦小公,举和她的土味情歌,而是她的太太昆凌女士。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,昆凌在怀第一她居然并不知道自己已怀孕,甚至工作起来还十分拼,这就还好小baby顺利降生。 可是虽然小宝宝都很坚强,但是作为妈妈还是应该了解一些怀孕早期的基本症状,以别急早感知宝宝的到来。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,孕早期有哪些症状? 图片来自网络 症状一,怀孕症状表现为怀孕的初期,会出现色素沉着,有的女性怀孕后会出现腹中线有中色色色素沉着。 症状二,怀孕的早期会出现基础体温升高,当出现上述某些症状时,出现怀孕症状,时刻每天测定基础体温,因为怀孕初期的女性基础体温和化升高。 症状三,怀孕停止以后,怀孕会逐渐感到一些异常现象,这种现象叫做早孕反应。 初期的怀孕症状是怕冷,以后逐渐感到疲乏,失睡,头晕,食欲不振,调食,早起恶心,甚至呕吐,疲乏无力,倦怠等症状。 初遍来自网络,症状四,怀孕的早期会出现尿瓶,怀孕症状。 由于怀孕后子宫逐渐增大,压迫膀光所以小便次数增多,但并不是尿路感染时出现了尿急和尿痛症状。 症状五,怀孕的早期会出现乳房变化,可出现乳房发育,乳头增大,乳头,乳孕颜色加深,乳头周围出现小节节,怀孕症状甚至乳房刺痛,胀痛的现象。 最后,再次提醒大家,在刚怀孕时,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细微的变化,越到后期越明显,人生反应从怀孕一开始就发生着,想要确定是否怀孕的女性,都要留心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。 紧早发现怀孕,紧早做好军期准备。 出片来自网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